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侯友宜的民调直直落 那未来国民党的救世主究竟是谁 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我香港好朋友陈景森 香港大白话的节目主持人 共同来探讨 请盛兄好 有华兄好 那么今天台湾非常热闹 热闹的就是侯友宜的民调 这个节目的下降 因为他被国民党征召了到现在 今天为止还没有过两个礼拜 应该是13天时间 所谓庆祝行情的民调 应该是你刚刚被定为一生的话 他应该那个民调应该是升最少 你升个三两个百分点吧 一个百分点用柳华兄的那个经验来讲 台湾的一个百分点就是有13万那个选民吧 对吧 你多了两个三个 多了三十四万 那个应该正常的 现在是现在十几天下来 他是不升而且是大幅气度的下降 那么这样子呢就搞了那个国民党的征召 征召人呢就应该是那个朱立伦应该非常的尴尬 那么有华兄你看看 那么这个是不是郭台铭有这么一个机会 成为国民党的救世主了 郭台铭会不会是国民党的救世主 我们先注意一个新闻背景 这个背景非常重要 侯友宜的民调他下降 他非但没有庆祝行情 况且你打脸台湾蓝营很多的民嘴 因为台湾蓝营的民嘴通通讲 他一定会有庆祝行情 大概在一两个礼拜 他民调就会拉抬了 但是侯友宜5月17号被提名 到了今天叫做5月30号 足足快要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他民调非但没有上升 我现在讲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 连新北都输给柯文哲 我不讲赖清德 连新北都输给柯文哲 历次的民调 侯友宜在双北都是领先的 可是他从老大现在变成老三各位就可以发现到 侯友宜民调的下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那现在国民党正在找答案 那现在我也要请问谨慎兄 就是说您认为 郭台铭会不会是一个救世主 那所谓的救世主 就是说因为郭台铭的民调所呈现出来的 现在反而超车 和侯友宜 就是说他的超车 那显然是大家对国民党不满的票 几乎都到郭台铭身上 您认为郭台铭可不可能成为国民党的救世主 这个我从郭台铭跟侯友宜 两个人要竞选做2024提名人的时候 我是一直是不看好侯友宜 是比较看好郭台铭的 因为从两个人的本身的数字来讲 郭台铭等于要高侯友宜 要高两个班 如果说你是说侯友宜 这个是大学本科 那么郭台铭应该是博士生了 不管是郭台铭的国际上的 这个国际观也好 两岸关系的一些认述也好 不管是军事兴起 这个外交 他郭台铭都能自己有肚子里脑子里有祸 能讲得出来 那么侯友宜呢 他就是空白白纸一张 他除了那个刑事警察 救了那个一个什么外交官的一个小孩 那个是20年前的事了吧 他除了这一点现在讲 讲了人家年轻人都不知道 讲来讲去没有其他的心意 所以呢 这个侯友宜呢 现在被人家这个年轻人啊 30岁以下的年轻人说 侯友宜就是一个路人讲 就是一般年轻人都对他 不要说是好感 就是印象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朱利伦找那个侯友宜出来做候选人 就是不要说是绿营啊蓝营啊 就没有人看好他 只有三个人 我所以我对这个三个人呢 我要点他们的名 看好他的三个人 就是一个国民党的所谓总招 这个曾明中 曾明中 还有一个李维德 那个不分区的 那个不分区 是不分区的 还有谢一货 这三个人 经常出来挺他 那么现在呢 他们自己就打脸了 原来是看好他民调位上去的 还叫做了助力人 逼了助力人 赶快征兆 所以我看他们最后怎么去圆场 我看这三个人 凭他们的数字 到时候换口他们也是先锋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最近十几天 一直是没有出面 今天出面到金门去了 等一下有话兄你再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我觉得郭台铭机会很大 而且他那个手笔也很大 选举当然是需要备用的 你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一讲 大选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 需要多少亿的台币 好吧我就讲这么多 有话兄 是的 关于郭台铭是不是救世主 这个虽然有待观察 但是我在4月12号13号 14号我曾经讲过一锤定音就是侯友宜 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我呼吁国民党最好把游戏规则 提名流程还有相关的数据都要摊出来 给大家检验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讲了个半天 结果呢还是没有公布 那显然朱立伦也好 黄建廷也好 他们这个主导的人 就是说一心一意就事先内定的是侯友宜 他们认为侯友宜民调最高 然后他又在新北市选举赢了45万票 但是我告诉各位 林家龙根本没有认真的选 所以让侯友宜钻了一个空子 但是没有想到提名侯友宜以后 就跟当年提名洪秀柱以后问题来了 所以国民党2024年能否好顺利的进行大选 我真的是打一个问候 因为从侯友宜提名那天开始 我就并不看好他 我是全台湾第一个奖 他毫无庆祝行情 除了没有庆祝航行 他民调一定会往下降 我的预言成声 对我来讲 我真的不知道是悲还是喜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如果不审慎处理侯友宜的问题的话 他连郭台铭大概也要什么 丢进去 这个时候一连折损两个大将 你郭台铭被国民党而去的话 那国民党还有什么资格选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必须要平心静气的 去把侯友宜的民调直线滑落的援金找出来 不然的话 你还是像提名征召侯友宜一样 你把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掌握在自己手上 你不给别人看 无法以遭公信 这个是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 那这一节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景胜兄 谢谢李华哥